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光总侯生 我今天出来练车 顺便看一看海河 顺便再介绍一下我的自驾游用车 因为之前介绍的有点仓促 然后这次仔细介绍介绍 我这款车是本田XRV 然后1.5升的 车长是4米3车长 宽度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 还有后备箱 后备箱其实我自驾游的东西 就可以都放后备箱里足够了 再一个就是不用改装电路了 电路现在是两个手机充电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烟口 这是一个点烟口 其实有三个点烟口呢 为大家看一看 前面一个 现在这个把手是这种把手 这边还有一个点烟口 买车子电饭某就可以 前面也可以 后面也可以 中间可以 后面也可以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 现在是三个点烟口 12伏的 也可以买车在那边气 那边给电脑或者是无人机充电就可以 然后有好多朋友问我 以后自驾游出去是睡在哪里 我带帐篷 帐篷是肯定你带的 然后也可以睡在车里 我给它放倒 放倒就是纯屏了 放倒 放倒几乎是纯屏吧 但是中间还是有点下边低点 上面高一点点 电着东西应该是没问题了 这种情况 说是好多朋友说这款车小 其实一点都不小 后面把副驾驶 然后往前一推 这里电东西也可以 然后躺在这里 以后给大家试验试验 演示一下 其实我预估的两米以下 或者是一米九以下 都可以坐下 我现在躺下给大家看一看 脱鞋了 脚在这里 大家看一看 没问题 然后也可以坐在上面 定位也可以 身子也可以伸直 几乎几乎还剩一拳的距离的 以后自驾游是睡这边 可以睡这边 可以 其实把驾驶位往前也可以推 宽度应该是一米 一米二或者是一米三的 就是情况 甚至更多 因为足够用了 因为就自己 然后带着出屋 足够了 足够用 然后在后面铺点东西 什么吃的穿的用的 货用品都放后卫箱就可以 再有一个 还有一个 如果是不够放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功能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座椅先放平 这一个 放平 来了 这样 一个手不太好操作 这就是本田的魔术座椅 就形成这种状态 后备箱 后备箱足够了 但是如果是还不够的情况下 这里 这里放多少东西放不下吗 等过两天脚垫来了 然后再清理清理 多少东西放不下啊 就一个人 让我假装车进行李箱 其实不需要 为什么选这款车呢 第一空间 够用 第二 装载能力 超强 放下来了 放下来特别简单 大家感觉我选的这款车自驾游怎么样 都说动力弱一点 我是1.5升的 但是我感觉动力足够了 动力真的足够了 每个人对速度的追求不太一样 我又足够了 然后前盆 哎呀 座椅调一调 口罩就带了一个口罩来 数据线 这就OK了 储存空间也挺挺多的算是 我是足够了 不知道别人够不够 因为每个人对空间的要求不太一样 这是放背架的 背架 把眼链试验一下 下以按 这边还可以放一个保温杯什么的 然后再往下一来 全都卡住了 然后门一边一个 储存空间 这就没了 然后下面也有储存空间 这放包纸巾什么的 都可以 把手机放这里 可以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介绍的了 其他的 但是具体的 我还对这款车的配置不太 不是太清晰呢 然后具体就是这样了 暂时就这样吧 等我发现新大陆 我在拍视频跟你们说一声 其实这款配置特别特别低 我选的是低配的 因为这款车型 本田XRV 就是我买的这个低配的 销量是最高了 我没要填充 我感觉要填充 我感觉吧 我感觉就是不太安全 对车身的整体性 不是那么太完整 然后具体的就这样了吧 灯光 我想着是买车内隐私帘 隐私帘是挂在这里 两边挂上 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起来 座椅放倒 就OK 初五的地方 我想着是把它放在副驾驶 副驾驶 给它垫一个垫子 就是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前排座椅是放不平 感觉 前排座椅放不平 就坐在这里 就让它晚上睡觉什么的 然后开车的时候 就坐副驾驶 副驾驶 给它这边坐着上垫个垫子 或者是让它趴在下面 下面我往后推着 宽 宽敞一点 因为处五体型不是特别大 也比较小的 在这边就足够了 我还是倾向于让它在副驾驶 在我这个位置趴着 或者是在这边睡觉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今天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拿无人机过来 唯一的遗憾 好多钓鱼的 多棒啊 盘水 多么的清澈 这条河是海河 一直通到白洋店OK了 我练车就是前面这条路 这属于千里低 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道路不是特别宽 但是最适合我这种新手练车了 挺好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呃总来这里来玩 夏天的时候 放暑假 然后去河里洗澡 虽然说我不会游泳吧 划船呢 早晨起来就是有那个上年纪的 呃坐着船 然后往水里往河里打鱼什么的 打完了新鲜的鱼 然后在上面就开始售卖 就这样吧 其实我自己也挺期待自驾游的 晚aj 晚a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